因为上一次,如果大家记得意识的时候 是加0.5厘的 是的,我也想说 本身市场当时有估过0.75厘 最后又变成0.5厘 之后导致是 立刻上映了大期即日 急升了九百几点 但翌日呢,跌回过千点 就是那天了 大家都应该记得了 所以千万不要太过 即是怎样说呢 如果你说今晚意识完之后 市价夹上去 不要这么兴奋 因为通常都是即时反应 因为始终道指都跌了 即美股都跌了几天 你说有个正常的反弹 就很合理 但之后又怎样算呢 因为第二天是倒跌跌的 所以这个就不得不妨 但我跟你分享一下 你自己会有个什么的准备 今晚可能有个消息 到时候去判断 我们应该有什么的即时的操作 你身我淡仓又在手 都吃了些 已经上个礼拜开的 因为拼的CPI太疯了 都叫做拼中了 你说来到这些位置 那就先轻仓 即有时炒预期 就OK容易炒的 因为预期就是 现在觉得会大加息 那你的预期 即那段时间 你拼下就容易做 但你说开股了 开股就通常波动 所以你都猜不到 究竟他会抽相 还是再拼呢 轻仓一点 不要带着去拼 宁愿让他说完所有东西 看看他出来的情况如何 不过我自己 都是会拼下多的 即如果你说 市场抽相 我想我都会 找些位置开一下 淡仓 但你说 放下去的 我就不动了 因为我收到淡仓 我想我会这样 部署 都是纳子淡仓 还是怎么样 纳子淡仓 和契妈淡仓 哈哈哈